记者蔡清华高雄报道,昨天下午一场午后局部降雨,为南部旱向易住甘林,高平溪昨夜起流量从19CMS提升至24CMS。 南部水资源局由贾仙兰和燕饮20万吨原水住南化水库蓄存,稍舒缓台南吃金水情。 高市水利局长韩荣华表示,昨天下午高雄市山区降雨,主要集中在六规、桃源地区、山林等区域,6个小时累计雨量约50至65毫米,虽未能解除焊象,但对严峻的南部水情应稍有注意。 南水局副局长简震源表示,昨天下午的局部降雨,让高平溪流量从19CMS提升至24CMS,位于西山西的甲仙兰和燕,趁机增加饮水量,从原先的每日8万吨,增加到20万吨。 简震源说,高平溪若维持11CMS至12CMS流量,就足够大高雄地区的民生及灌溉用水,如有多余的水,去年8月开始协调高雄水利汇与台水公司,透过节约灌溉水量,保留其山西水源供南化水库蓄存,统计银水量约5600万吨。 南水局表示,由于近三州南部地区异常高温,既无降雨,其山西河川流量持续降低之际,也开始激动饮水增加南化水库进水量。 南水局表示,5月底南化水库蓄水量为2135万吨,蓄水率22.8%,目前掌握午后雷震雨或者短暂区域降雨的机会, 将和川水资源机动引入南化水库蓄存,且持续做好水型监控与水源调度,以6月底前不进入三阶线水为管控目标努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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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